Hill 注意劉瀑林 獎勵分配要明白 開始 首先是我第一點 政府有針對目前的 各別御護人員有提出這樣子的一個補償 個人的補償措施 首先第一個是 醫師每天一萬 護理師每班一萬 這樣子的一個大方向 但是我們仔細看起來 這樣子的一個條文比較空泛一點 而且具體上 如果沒有講清楚的話 事後可能會衍生出非常多的爭議 到底是住院醫師跟處置醫師各一萬 還是說著一萬兩個人分 除此之外 為什麼這樣子一個條文 只有醫師跟護理師 這是我們也是要提出質疑的一個地方 照顧武漢肺炎 醫師的一個或者確診的病人 不只是只有醫師跟護理師行 整個醫院裡面有非常多的職業 包括醫師人員 甚至是清潔人員 在整個照顧病人的身上 都付出非常多的心血跟風險在裡面 就是其實在醫院院內 我們很常見的是團體共同工作 講一個例子 特別是加護病房 因為在加護病房裡面的病人 他們很多人都是插管重症 沒有辦法自己翻身 沒有辦法自己清理大小便 甚至洗澡都需要 其他人就是需要醫療人員去協助 然後也沒有辦法 由一個醫療人員去協助他 通常都是兩個護理師 一起去幫這個病人 執行翻身洗澡 或者是所有的治療 那可是目前的規定 只可以只有主庫可以 就是臨到這個津貼 那另外其他去幫 協助這個病患照顧的醫護人員 他們目前是沒有被保護到的 律師老師在他在臨床上 跟這個武漢肺炎的病患的關係是 當肺炎的患者一旦開始使用氧氣 他們就會進入律師的職業的範疇裡面 就是從接下來到接下來的茶館 然後一直到拔館 這中間的問題是設定 包含重症的監測 這都是律師老師他負責的範圍 那問題是律師老師這聽起來像是 他很輕生的參與了這些病患照顧的過程 然後他的實際上他的工作的 他也必須要去急診 那必須要去腹癌跟病房 就是在這個補償的討論裡面 我提到律師老師的定位 或者是說他的角色這樣子 那我想在就我所知 非常多基層的律師老師 是對此感到非常納悶跟沮喪的 照相不是單純只有這樣 你一般門診在照相 就直接照,30秒就結束了 我們在照相之前必須要先消毒 先穿好裝備 然後推著移動式的X光機到著病房 來去幫病人去做照相 然後這一塊的部分也都是 往往就是直接調動 就是直接半夜的時候 就是用急診的人力 急診的放射師來去做一個使用 然後當時他急診也是 持續的在收治病人的情況下 放射師的一個時間壓力 其實是非常的重 而且他人力的部分也是非常的刺緊 目前疑似跟確診病患的血液 尿液糞便等一般的檢體 一樣是送到同樣一家醫院的中心實驗室 去由其他的醫檢師做負責 並不是送到有P3實驗室 專門在檢驗新冠肺炎的實驗室 那這些檢體呢 他並沒有特別的區隔分流出來 也沒有特別的明定相關的防護措施 或者是補貼 這些醫檢師難道就沒有風險嗎 那我們也聽到就是有 基層醫檢師反映說 目前有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一般檢體 每次送下來的時候是裝在一個箱子裡面 那他們每次要打開箱子做檢驗的時候 就像在打開一個恐怖箱 他們永遠不知道打開之後會碰到什麼樣的檢體 醫院尊佩的獎勵金 除了剛剛講的 針對個別醫事人員 但是政府這裡只有提到醫師跟護理師去補償之外 還有政府還有提出另外一個團體的一個尊佩的獎勵 這樣子的一個獎勵辦法呢 政府是說針對防疫有功的這個醫院 例如有設置專責病房啊 發燥拆檢站等等的醫院給予獎勵 但是我們仔細看這樣子的一個條文的內容 除了金額多寡 沒有確切的規範 醫院必須要怎麼樣去分配這個獎金 目前幾家醫院 可以看到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非常地不一致 有的醫院最高的有可能組織醫師去看這個 醫病門診 每一診有五千元 那有的醫院他就是完全沒有公告這樣的津貼 那政府是不是都會這些醫院不分他怎麼樣 不管他怎麼樣去發給這個醫師的一個津貼 他都會去給醫院這樣子的一個管理獎勵呢 那最後這個錢會流向哪裡呢 這個是我們認為政府必須要去 你去規範的一個地方 要比較公開透明讓大家可以檢視 第三點 就是有關這個之前 大家應該都知道 衛福部有禁止醫護人員出國 這樣子的事情 那大家一時之間當然是認為 防疫為善我們都願意配合 但是有些事先沒有辦法預知 因為沒有辦法預知這樣一個禁令 所導致的一個女費的一個損失 應該要提出補償 政府也聽到我們的聲音 提出了這個出國 取消出國損失的一個補償 實際上施行起來呢 就會有幾個問題 規定是說 我必須要有一個退票的動作 然後假設我今天訂了一個機票 因為這個政府的禁令 我出不了國 我去退票 假設航空公司可以退給我五成 假設五成的這個錢 那政府當然是五成 補助剩下五成就夠了 就不要浪費剩下五成 浪費大水原的錢 這樣子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時間上 申請時間上非常的長處 來衛服務公告的請禁時程 直到四月三十 那有的醫院可以只給員工 十天的時間 要把這些相關的單據都給 都給提出證明 那例如我們就有會員呢 他在這個流程上 就遇到了一個困難 他跟這個航空公司 是申請退票 還要這個退票證明 卻發現 航空公司跟他說 處理時間要三到六個月 才會完成 才會有這個證明 所以這根本 趕不上衛服務公司 申請的一個時程 所以我們呼籲政府 應該要針對這方面 來細緻化 首先紓困條例 申請輔助的期限是兩年 政府 衛服務應該要放寬 在期限之後 繼續可以有醫護 或者社工可能 向政府單位申請補償 因為目前 都是透過有醫院 等於是代辦的一個方式 那這樣子可能會 有來不及的一個狀況 醫護團體 會對於政府的這些補償政策 有這麼多的意見 原因其實不外國就是 最後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 政府在制定這些政策的過程中 從來都沒有 徵詢過我們這些團體的意見 我們這些團體 不僅配合防疫 我們也很願意協助 替政府單位找出路 找到一個真的 讓政府可以真的 好好地來加面 或獎勵這些醫療人員 那樣的一個方式